TMG危险的 是的 而且高点这边有这个白龙马的枪线 路路是被打成了大伞 进点小凯过来先打一个 连打逮捕 完了TMG这波 开局炸了 这小凯的位置 TMG要真想打这个炮楼限制的死死的 就过点白打 打退了 这波 只剩 直到前四位的其他三位 这个队伍先走 他是不会走的 他一定要熬到那个时刻 因为现在这种节奏 中部队伍他会很着急 大家都有机会拿周期赛的名额 所以大家都会打得比较急 那New Happy的圈套击 强险 FTY这波很危险 天地地还能抽到 天地修到的 DT都能抽到 这是来自三队的击火 忍住 龙斯格尔把天地地击到 会不会直接撞 DT是分踩的 天天雷扔进了厕所里 对方还颜色 扔了个火 但这把手雷将 小萱直接给炸倒 这样打起来 DT很有可能踩散波的 踩火了 这边下 踩火了 这个火也是将人给 直接烧掉 把这队友补了 欲在一个石头后面 能架到的 侧面小童补枪 一人打一个 一人掰一个 只剩最后的小柠檬 原来有DT的枪线了 欲开始被抽 欲这个跑板差一点 一丝血 完成收割 高兴开车赶到 绕到了外围 静静的战斗还在继续 但是天霸好像也来了 天霸直撞到了反鞋 这边扣的119和奇奇的一波对位 来回的一个匹克 奇奇血量更不健康 但是一个反身 小棠出手 将扣的119给带走了 这波DT是打了两边 正面KR戒还扶起人了 而天霸始终小童一个 但是DT其他的队友就没有办法 这波已经是贴到近点了 只能够先日处理脸前的人 打了一波提前枪 把天霸淘汰了 进入到防区内 就剩两个小年轻人 原载的枪线一直在限制你 是的 两个手雷没什么声响 另外一次CTG跟悟空 南部的一个区域 这个是班长和二班长的争夺 悟空的枪线已经拉开了 这个位置跟着蓝圈逐步往前贴近 而CTG是有人还困在蓝圈当中 这位置 南边DT还想再坚持一下的 拉到蓝圈里面开始再拿一些分数 而CTG位置就升不去了 悟空点虽然后面限制比较严重 但悟空还能打 啊 倚掉了 这 小崔是在旁边的反坡打掉的 直接丢雷过来 但小崔侧面有人的 哦 这边防区不出手吗 找到机会来先打一个 来了 信心没有吃拳 小唐想过来帮帮 那是人已经被补掉了 就在这个里面 雷莫再次将七七给放倒 还把人给补了 天巴也只剩两个 机会来了呀 这波超市里面有人的 赶紧换分 这一波对三公里来说 只能赶紧换分了 拿雷去排点 TOTAP还没到 那这样反而 SMS可以有布局的呀 DT也是找到机会 把人给扶了起来 那都是两人编制的话 就不好说了 虽然天巴一直在DT 但DT还是一颗火把TOTAP给烧了 人头还被小唐K了 不知道这边头地有人 这个雷给了一个预判 两个大背身 完了 出事儿了 树先生 树先生 这波架枪没有想到 会有意外收获 而且还是New Happy 直接打掉竞争对手 哪能呆就呆哪吧 也没什么办法 以及附近找个小掩体 惊喜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是我周品言 这一波是 林树想多了 你知道 他多想了一层 New Happy就比较淡定 就知道你在哪儿 我只需要盯住就好 是 因为他是林树 所以我判断了林树 他会多想一层 对 所以我就这么架了 没错 反驳 有步枪 近年CG17 一换一 近年一换一 拉出来轻人 XCG被轻掉了 可服 时间还有 而且背后没人 122也是 他还是一个北切 Galavi出手 带走了一个 就是不好压 难免来了个DT 被FTY 龙将军抽下来一个 是的 FTY这波出手的话 可能会引起GFY的注意 他可能会从头顶摸过来 把助力放在FTY的身上 那FM也是要先出手了 找机会放倒了一个 他也担心一技内的一个情况 他在反驳在压制FM 哇 这一波 这到防区Pero的抢险 FM这个点有点难玩 想要去把前面的FTY顶掉的 但过点又会被两边夹击 就FM不敢打得太越 其实是因为头顶一直有GFY 想想 不过这一波通过修这辆车 打下来一个 就是趁此机会 封烟从这个过点已经过来了 FTY 哇 一颗雷塞嘴里了 是GFY一颗雷直接把天天炸倒 是的 Master能拿到这一分吗 看不到 他在往前跑 想要把这一分拿了 等他出来拿分 自己血量 还好 还能进坑 GFY还在卡 质量不高 这个雷是低抛的 没有炸到 再来一颗低抛的火 永远 能不能抓到台面 打成了一个残血 再Pick 哇 反应真的快 谁说老六不能打近战 Summer 这一段时间的近战 好像是队友就相信你的 这个个人能力嘛 SMS该打架了 这个反坡悬子可以操作的 还等7-5 7-5拿下来大残 反正他丢了道具 伍弟弟先倒 旁边的雷格斯的过点也很平 17兽侧面在拉 拉位置之后 NEO的点 其实能限制到他 又一个 又Pick了一波 这是一个二换一 哇 解头应对 NEO失败了 这颗雷能炸到17兽吗 血量会打起来吗 医疗箱 他包里面的宝贝 医疗箱 17兽又是蛮血 Pero拉出来收分了 但原点有枪线 NEO还比在一季里面的枪线 7-5被抽倒了 旋子的一颗手雷里 Ghost被炸倒 17只剩17兽一个 去底坡先补分 DT也被淘汰了 GFI不声不响 159分 161了 GFI还在服人 NEO HAPPY还在拿分 长龙把17兽抽下 前四的队伍已经出现 两支满边队 小左打了一个 身上已经没有道具了 哦 拿分了 这波Pero是拉出来 把分给补掉了 目前Pero是保持了一个满边 进点SMS的位置 已经锁定 就在烟雾当中 省一点投掷物啊 不想用投掷物 这波直接是 打了个出烟点 但是周平岩的出手 将长龙给放到 就是NEO HAPPY 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就打到 就要没多少的 哇 这波通过混淹 剪快太难了 冲了一个 Pero来了 明明已经被打成残血了 G龙哥将明明给抽倒 他被G龙哥发现了 是的 明明在往前爬 Pero机会来了 冲了 周平岩看到了 拉过来跟911对位 911打赢了 再扶人 4打4 但是Pero前压了 雷炸倒了 阿桶木 911拉到另外一边 G龙哥倒两个 就成最后一人了 在围墙的西边 信息没有 911出枪 打了外围的AZ 哦 今天是不二打一 这一波有信息了 但是人差一点 再提一刻 哎呀